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感觉 可能一切都不是我所想的那样 未来不行了 多一项技能都做一样的事情 就说明你未来失业的时候 可能就多一份成活的激励 在这儿做事假 还有研究上各自做事假 我属于天赤诚之心对那一家 所以我觉得现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尽量尽一样 好, 亲爱的 您的欢迎 我甚至意不知道,我不想打算 不能说 常常都对我们的东西 但今天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大概是16年年底 刚刚开始我姐姐就问我 她说你想学餐馆还是想学自家 餐馆的话 吃住也都是老板的 你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OK Sweetie 你今天多久了 只要多多 一点点吧 对 多多多 他们说纽约竞争压力很大 每一家店都是炒鱿鱼 越炒越香 所以你要一家跳一家 但是你要自尊心极强 要不然的话 你会感到自尊心受挫 美甲前期一般是没有钱赚的 你要从一个餐馆 本来很高的公司 一下子变成没有公司的话 心里是会有落差的 Thank you so much and I will see you in free week OK take care Yeah you too bye bye Thank you Honey Yeah this was the brand This one the brand popee match That was the brand Yeah OK 那这个就八 This one is perfect 美甲前期如果你刚来美国的话 确实比较辛苦 国内成熟到美国 他们也是要新学的 没有 没有 他都不一样 If tomorrow is not Sam You can come back again Because 撿大手 你认为他图的哪个有啊 45 这是我 国师绝对不是四处 其实我刚刚开始做交手的时候 是出现过异交的 很丑 但是那个客人呢 已经到点了 他是需要走的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我都很害怕因为我 然后呢这个客人就不来了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 遇到的客人比较好 我觉得学习路要很多很多 比如修行啊 怎么修得更好啊 图有怎么图得又快又好 这都是我想要学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It's OK 嗯嗯嗯 加油 加油 加油半点吧 半点就半点 学了没加以后 觉得可能接近美更近一些了 对这个其实是我很感兴趣的 当然搓脚不是我感兴趣的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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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做美甲的时候做很慢 然后老板跟我讲 你是来赚钱的 不是来做艺术的 不要纠结好吗 我就想说 诶那个形状是不是可能不够直啊 然后呢 那个死皮剪的不够干净啊 这都是我很纠结的点 然后我觉得诶他们付了这个钱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反馈的话 好像有愧于他们给的这个钱啊 之前有个那个大公姐姐 她天天催我 她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不会愿意教你嘛 因为她怕你抢她的工嘛 但是她说她不是 因为她只想你变得更好 我老板今天晚上凑讽了 就是来那女孩子们她要做拳脚做凑讽 我前两天那个客人一个客人做手脚 我做完一套了他们都做完两套的第三个客人了 我来美国换过好多东西 对 然后我去了那个 各种东西的 修手机的店 对 我是一直都在日常 人生多一项技能都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明你未来 你失业的时候 可能就多一份 你存活的机会 来美国久了以后 你跟国内的生活轨迹是不一样的 你跟国内的人讲你美国发生的事情 有的时候是讲不通的 现在A正好有一个机会 然后遇到一个还不错的人 生活负担也会减轻 精神上也会有一些执着 就觉得日子好像好过了些 我来不及了 因为我喜欢卡地 你怎么一卡上A也会只差一分钟吧 我卡得刚刚好 哈喽 哈喽 你可以跟他说 刚刚来这边的话 就感觉可能一切都不是我所想的那样 我以前想 稍微在这边练练书 是一些不一样阶级的人 你会了解不一样的世界 会有不一样的见识 很多人外形形色色 然后他们也可以穿着不一样的衣服 点不一样的仓 我也可以知道 结果他们非常的无聊 永远点的都是那一道菜 在那边的三点 我觉得每一天的日子 都像机械式的重复 我喜欢不一样的生活 你喜欢团队吗 最后的尾巴是短的 但不正确的 你能够择它吗 我们可以购买它吗 那是好吗 一个驾驶头是五块钱 对 所以一个驾驶头是五块钱 所以我们总共是十块钱 对 这一块钱 两天没挂着 有很多学工来了 他不一定愿意学院 他坚持不了 开游的时候给客人做教 他先找 有很多有能力的一些 就是觉得我不适合做指甲 我可以做指甲 在这儿做指甲 还有研究上搁这儿做指甲 我觉得未来的话 我也不知道 主要是就算开店的话 比如说我餐馆 每个月装四千块钱 然后包吃包住 我就比如说 每个月花两百块钱 还剩下三千八 然后那十二个月 两个人的话 很快就有好多钱了 现在我觉得 我属于一片赤诚之心 对美加 买这个吧 为什么会想买这个 因为 买这个吗 就觉得蛮可爱的 就 因为房子是租的 但是生活是自己的 觉得要有一些 这些小物品装饰一下 还是挺可爱的 对吧 好多的 好多的 这种床位 都不是像以前的板子 然后 泡房 泡房 这个钱包也很贵 餐馆的话 我一般是在168 然后呢 还有那个大地360 在上面看 以前的话就是 还对你身高啊 形象都有要求 身高要一米六吧 这样的话 你毕竟有的些东西很高 你是碰不到的 现在这个墙还有点意思 还有真空的 之前都没有 等未来涨够钱的话 我就想说 也去不同的国家 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如果我这个技能 学会了以后 我觉得我在全世界 都不愁放弃 请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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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发 请不客气 请不客气 来 先开启 请不客气 打发